我叫那吴克热 然后简称可以叫我那吴 来自乌鲁木齐 从事音乐制作 还有是一名rapper 谢谢 您好那吴 您为什么会来到 梦想的诗音这个舞台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这几年 一直沉寂在做幕后的一些 制作的一些工作里 在另一方面 我没有太去注重我自己的作品 导致好多rapper都觉得 我是假的 对对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老婆怀孕了 恭喜 太当大网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马上要迎来我人生当中的 一个新的角色 我想有更新的一些成绩 和新的一个节目 对 好的 所有热爱舞台的人都希望 在一个舞台上给自己一个生命 进入新阶段做一个仪式 这是热爱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 那么今天要讨教谁呢 他对我影响特别大 这等于一句特别有用的废话 对你影响特别大 我觉得我这个导师是花生 几个格里 因为脸型很Q 脸型很Q 脸型很Q 可是花生脸型很Q 一个花生里面有两个花生米 我跟亮影想的是像花生就是里面有两颗嘛 我觉得你看这个桌子就像花生一样 这桌子哪里有点像花生 我求你了 反正猜嘛 猜错了也没所谓嘛 我下期又不来了 其实黄云铭老师 如果你每次都猜对 下期一定会请你来的 多有意思啊 对 我猜雨萱 你猜雨萱 好 我选的是哥俩 雨萱老师 雨萱老师 她刚刚有说对她影响很深的 对 那她音乐风格肯定不是我 所以 雨萱老师 好 好 我反而觉得可能是黄云铭老师 是 为什么呢 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她唱的那个歌 除了Rap之外 她其实也有唱一些又有Soul 让人又有摇滚的东西 我觉得黄云铭老师也蛮多Soul的东西 所以很有可能她音乐的道路上 是有常听Sandy老师的歌的 万一不是就尴尬了 讲得这么有道理 我觉得我这个蛮肯定 很有信心 蛮肯定 好 我屏膀没有变 那个 还是彬彬 她就说萌萌的 她就是萌萌的 QQ的 像小新一样吗 对啊 对吧 现在请您来为我们公布一下 我要讨教导师是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选择的导师是 虞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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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余泉老师 余泉二位老师 六个小时之前 你们得到的 《Vivo非凡金句榜上》 指定演唱的歌曲是 当选到这首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很有责任和压力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出道快20年了 应该是可以做成上起下的事情 那首歌恰恰是值得这么做的 是因为那首歌 至少发表了30多年 30多年了 对 那首歌的名字 大家就知道了 叫《练曲1980》 那么那我要讨教的歌曲 刚才其实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 也说出来了 对 这首歌的名字 他已经说出来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来吧 让暴风雨更猛烈 来吧 理想被现实绑架 这首歌跟我这几年的 我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 每一个歌词 都是我现在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你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 这是尊敬 对 谢谢 那么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那我将要重新改编 并且向余玉圈老师发起讨教 第四轮讨教 正式开始 进行 一直在唱唯语说唱的我 突然变成了唱汉语说唱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一直也没有越过去 所以我在这次的梦想的声音 我想表达的是 我不是之前的那五个人 是准备的 这就是我AK Lilwen 远落在这里 曲名 你的理念在对我也听不懂 你的意见被我折断 前路被我折换 现时在苦那也行不通 因为underground rapperkilling 整个娱乐圈 对直观群终告知光望 也三明一当 音乐行业面临危机 依旧保持惊喜 对置一生修处我的 H.I.P. 长期找了我的人生就像爱穿黑命运的死车让我仍在碰垫 才要平存指责让我们在门店 内心流浑失着无法忍耐创建 哎哎那就让暴风一下的分开门店 group rapper 都在天上飞 oh it was nice in me 继续用键盘吹 让风浪朝我脸上吹 就算谢而塞苦那我也要打了她的嘴 打断她的腿 can you feel me baby 来吧 永远都傲笑你来吧 梦想被淘汰来吧 绅世都残酷你来吧 都一起来吧 如果命运被遭到改变 那也要死破商店脑海里的老套概念 用最准的方式进行我的高潮改变 用我的声线去打发全面 暴走开一眼 开一剑 生命真不完整片段 这时候做个了断 回到05年晚说唱最纯真的年轮 就算梦想再变换 麦克风先被转断 怕这也要走到MC 小座山的前端 都坚持一个梦 一路上很轻松 把音乐当作信仰 让它长在你心中 我想在天空中 被做所有警弓 摆落所有anime 太多左右我的地 消失一段时间 做太多稀奇的物 说人生就像星球 有几人身曾看破 命运上大奔起密码 用太多不解证明 因为年轻所以做事不怕不歇 这些事情 来吧 让花红鱼送人来吧 你想被现实放假 家梦中生死 变成重要的才华 来吧 让最坏的坏到底来吧 实时抵不过八卦 想要红马做个小丑 人有人想吗 想要红马 旁边感觉 旁边感觉 来吧 光旁不语 文年来吧 你想被现实放下 将梦中生存变成重要的伴話 来吧 让最坏的太高 你来吧 时时抵不过八华 想要红麻做个小丑 但有人笑了